梦想吹航就算是风浪逃遍 也要单身的场 不怕前方又再多陷阻 要为彼此护航 放手好想张开翅膀 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 肩并着希望有我之前 梦在未来想放 TF小年告阿元道 每次我和你坐在这儿 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你先说 不 你先说 还是你先说吧 不 你看我们俩这关系 我让给你 你先说 好 那我说 我有一个戒指 世界如此美好 我俩坐在这儿 整天的唠叨 你说 观众们烦吗 肯定烦 哦 那拜拜 你干嘛 既然你都说烦了 我就不和你坐在这儿 主持了 等一下 坐着 既然我们都说了烦 所以我们主持就要 天马行空 所以就要 Imagination 哦 我的问题完了 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 这期节目 都有什么 你看我 你想要办 就这么一个问题 对啊 所以那就进行完 随着暑假的即将来临 大家是否对 TFBOYS 新的写真照片 颇为期待呢 不要着急 身在重庆的 王俊凯和王源 已经先后拍摄了 其个人的六月写真照 而清晰 也将在 谁后拍摄 个人写真 还没有看到 新新写真出入前 我们还是提前来 看看独家的 写真拍摄花絮 过过眼福吧 彩色的阳光 洒满了成长 搞了这希望的模样 金铃飞舞般 腾弯生长 和神经一起 被无限拉长 收心里的爱 化作月能量 我站在魔法阵中央 在参与了高瞄的客串后 TFBOYS一样千奇 上周又参与了 万和天一另一部神剧 万万没想到第二季的拍摄 万万没想到 王大吹这次又会在 人生巅峰的旅途上 遇到霸气雪霸和少年总裁 而且片场 千奇又带着 我们的魔法城堡出现了 有粉丝评论道 千千 你可千万不要被剧组给玩坏了 还有粉丝评论道 千千 千万不要把剧组给玩坏了 以上由TF家族 万万没想到 真理报道 目前TFBOYS的 新浪微博粉丝俱乐部 正在热招会员入会中 加入TFBOYS 新浪粉丝俱乐部 粉丝会员除了可以欣赏 独家俱乐部照片外 每周还有TFBOYS 成员的辛勤日记 可以查看 未来还将听到 TFBOYS在俱乐部里的 独家语音哦 同时即将上线的 TFBOYS音乐台口袋 饭也将慢慢掀起 神奇的灭杀了 在TFBOYS口袋饭的 会员专期内 每周都有独家的 TFBOYS花絮视频放出 是不是想想 都有些小期待呢 当然 由TF家族和白度合作 推出的 TFBOYS官方贴吧 也将在 20号晚8点正式开张 届时所有TFBOYS的粉丝都有了一个自由交流聊天 灌谁的乐园 四叶草的地盘当然由四叶草来做主了 听着就觉得 萌萌的 那么接下来是游戏环节了 啊不对啊 是原来这样讲 你不是说要天马行空出人意料吗 对啊 但不是这样一个天马行空出人意料法呀 那你给我示范示范 比如 上期我们节目没有小凯 这期我们就 小凯来了 所以就非常出人意料 天马行空啊 但是 更出人意料天马行空的是 小凯在录节目之前 家里呼人电话 同学就问你 你到吗 这不是更出人意料吗 对啊 那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原来这样讲 原来世界被来了 也是这样讲 原来又反了 这样讲 反了就反了 虽然这个不搞打赏 但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知不觉 暑假 然后还有世界杯 就来了 现在呢 我们每期节目都非常的高大上 虽然刚才 这个扇子不太高大上 现在每期节目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 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节目 嗯 鲁鱼来一个 这个我信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要一期很高端 很深入的话题来聊 先聊聊暑假 暑假的话 大家如果公司没有安排 大家觉得会干什么事呢 那么说一下大家属下的安排 你先说 我嘛 吃饭 不 在这个前提下 我要做一做 做完做完 吃饭 睡觉 然后起床 然后再吃饭 然后再睡觉 然后再起床 这就是猪的生活 这就是猪的生活 无异于猪了好吗 你不去吃饭吗 你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去住家出去旅行 就在国内这样旅行 可以说具体一点 比如想去哪 去哪 乡村想 想去北京 乡村农村啊 想去乡村看刘志宏飞出凉 开玩笑 乡村上去农村 就是很凉快 然后避暑的地方嘛 对吧 你的 前提是把作业做完 而且还有时间想出 这个暑假的情况下 他的态度是 他做完作业就没有时间 对 对 我告诉你 我选择还是去 我没有作业 玩 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看电影 刚好 具体一点 对 变形结构四 你暑假就看那一部吗 哇 天天看 有限还有 天天看 每天看两个小时 好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你呢 就是跟几个朋友 然后出去旅游 然后去玩去 至于作业就不去管他了 太伤心了 对 说的好 作业我教你怎么办 对吗 你上学之前你就说老师 老师 我真的笑了 不是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呢 我妈妈那天打我 把我作业给我撕了 我都写完了 他就给我撕了 你为什么如此有经验呢 OK 开玩笑 那说到我 我就 可是他干多了 虽然我知道 暑假被安排的很满很满 但是 我还是要想一想 如果暑假没有安排的话 我会 小心 示范是热的 对 可是 这真的是 之前那个工作不是学我的 我会去陪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然后好好地去旅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妈妈他们出去旅游 太多了 所以我要请爷爷奶奶去旅游 因为他们非常的 不喜欢旅游 所以他们去 爱向旅游 这是什么意思 爱向中国 爱向这个 是因为 温柔的 是因为他要钱的时候 他就温柔 爷爷来了 你找我说word 我没有钱 好好 现在说到我自己 我觉得 既然没有安排的话 作业肯定是要放到 最后做 然后 在暑假前期 就是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看见已经打游戏 然后出去玩 吃饭睡觉 游泳 然后吃饭睡觉 打豆豆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来说一个 比较放松的话题 现在恰逢世界杯来了吗 啊 进了 没进 没有没有 哇 点球 点球 这个好像进了 这个好像进了 不是 这边界球 不是 哇 要进了世界杯 这个球好像没进 点球啊 这个球好像没进 集合大战 哎呦 没进 没进 那我们就来继续接着说 嗯 中国队这是 有比赛吗 没有 有吗 没有 求我如此之间也是这种 好 你们一直以为中国队实力很差的 其实不是 没有啊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嗯 我看中国队上面 中国队在世界杯上只输给过三只球队 巴西 巴西 哥斯达里加 还有土耳其 我说你都比较好多 你哥斯达里加 哥斯达里加 6月13号 虽然我篮球与足球 但是我知道 中国队在世界杯上只失了九个球 嗯 而已 你随便去数一下 巴西 失了多少个球 你们就知道中国足球有多厉害 你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世界杯 没有啊 中国世界杯一共也几性能几次好吧 之前说到世界杯 马达里有没有喜欢的球员或者是球队 都来说一下 我认为当然世界上是巴西和西班牙 那你呢 以前是背看吗 现在是 C龙 背看不是你的队吗 我忘了 我忘了 他没心 我们是好兄弟 我也喜欢梅思 不会喜欢梅思 阿根廷 三哥 对对对 我们是微小朋友 对对对 雷斯这次太火了 没办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唱歌嘛 不知道这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我们来 来许的 必须的 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杯主题曲 好恨 唱我 桑巴 跳雨 你 干嘛 你 我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你下一首世界杯主题曲 就是 收集了 历界 绣会了 Bear Song 浪雷 好累 就是这几次 我们是不是只能唱歌 第二天就继续 下一条 这首歌很仔细的 哦 摇滚之类的 这首歌是中热鸡的来当话了 那就是我们学校音乐会也有这个歌曲 哦 你确定 要 再下一首 这是哪 肯定 不是中学 是小学 又是宁静一下 整款还是百事可乐的广告人 对 大家有没有听到 这首歌是《经典世界》主题曲 有没有感觉 嗯 就是前历届主题曲 然后都有一种很火辣的风格 然后《经典世界》主题曲 有一种特别 这个火辣很跳 很火辣的 桑巴 对 再把这桑巴舞和足球 那个《鹤》怎么感觉像一个王子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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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音乐听一下 那我们来谈一下 他不理你 OK 这个音乐有点不听话 那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对这这几首歌 觉得印象怎么样 挺笨 好吧 我也没走你会轻动 这是事实 你呢 我从来没走 印象 摩 摩 不是点球了 点球了 点球了 真的吗 对这个球应该要进 要进 对 一般点球的话都应该进 怎么还不点球 谁告诉你 什么这些 一般球下 他这个要准备 你看他带了多强 你做的错 也认为人家省了 一般还在这点球 点球都会进 怎么还不点呢 不要再说 志鸿你也认为好大 对不对 怎么还不点 看第一球 志鸿又把你的脑袋 哇这个应该会进 怎么还不点呢 我的天 好危险啊 这个应该会进吧 进一包看 哇 眼神开 你还怎么 关上这个表情 开始了 开始了 进了 我其实有点 西班牙的新的一球 好的 那我们 进过来 继续 继续我们的话题 嗯 大家谈一下 对 就是 对 哪一首歌 印象比较深 今年的 对 就是 最后一首歌 我觉得今年的这首歌 在巴西 就是巴西 对吧 是足球 然后就是大街小巷 每个人居然都会 颠两下 然后还有很热闹的 385对吧 虽然这个385 我们不会跳 对吧 但是 我们赤活候选 对 输得好 有请这部门来的 385 那这个 在什么 385 3 3 5 虽然我们 不要不好意思 上次你都留给我们看了 对对对 就留几下 哦 纽阳哥 就随便留几下吧 中国是 小发舞 音乐 音乐 我也 呵呵呵 这是什么 音乐的东西 好很好 这是一个 中国国粹 柳阳哥和香巴舞 被你 柳克什么 一样的 香飞舞 香飞舞 好吧 每次世界杯呢 最火的都是各种预言嘛 正好我们也是谈话节目 那我们就来预测一下 世界杯 每次球队会赢 如果我们预测怎么说不定 过几天央视新闻就会把我们报告出去 哦 预言将 巴西 我们是要预测谁赢 谁赢 对就是谁获得 冠军 对 那还找我们吗 我们预测 预测预测 我看就是西班牙 赢了一颗 我就默设出来了 巴西会赢 巴西 好 我相信 你怎么从这个点点加热点 你觉得巴西是东道主 所以就会赢吗 你约 我也觉得是巴西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阿根廷吧 嗯 巴西啊 哎呀三票呢 三票呢 你选谁了 我觉得 阿根廷那时候巴西 你选择西班牙 德国 德国 德国好像没什么出场的 但是我也喜欢他 就是很团队的那种精神 你看 德国的话 德国长得也很高 然后长得很帅 对吧 你还刚才选英国 绅士风格 神什么的 球场上是要竞争 没有想到是什么路 不是我是觉得 英国的话 因为前几届世界杯 虽然我当时还小 但是 你是德国 我也有时候 对对对 我是德国 当时还小 可是当时还小 什么东西是英国 他是海国 到底是德国还是英国 德国 然后 因为我前几届世界杯 我还小嘛 但是我也有看过 有一些回放 所以德国的话 是每一次世界杯的话 都可以 就是 排名很靠前嘛 但是每一次都和 就是 有几次是和那个 冠队 实时交叛 其实我觉得 德国是非常前面的 所以我觉得德国会议 那 你们就觉得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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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甘 所以 这次我们的 大家同意的预访就是 德国会议 好 就是德亚 我们就懂得 世界杯最后 冠军节目的名 好 讲完了暑假 我现在都想起动了 所以我们暑假的安排 出来后回第一时间 告诉大家了 另外呢 我们暑假全新的节目 会有一段 非常长的筹备期 全新一季的 TF Show 新一季 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呢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的具体情况 还是先看看游戏环节吧 谁是终极糖果王 我问你们 你们喜欢糖果王 怎么可能要说 因为我们知道 你们会给的 好吧 那我不就 那我不就说 那么 你们 会说 终极糖果 会 还是作为糖果王 主持有贫心呢 对 对 那么 就讲完游戏环节的规则 不过 在游戏开始之前 大家肯定有个疑问 为什么游戏环节主持 不是我 不对 是我 我是他呢 因为我比较小 我比较小 让我来 做一下 因为 我们四人 实在是 搞出他的 终枉 于是 我就 使用了 游戏环节 对吧 罗家庭 故底家庭 这一个是什么军啊 然后你们 是四人团队 把他推下去了 然后把他推下去了 我就顶得上来 要知道 以前都是我 主持节目 什么是我的 好而已 接下来就是看 游戏环节 的 规则 终极糖果王游戏规则 四人两两分组 分组后通过抽签 决定首支合同 容器进行 尖糖果比赛 需要注意的是 容器共有六种大小 游戏中能接到多少糖果 可是和容器大小 极为相关的哦 梅族只有一分钟 接糖果时间 不要以为 你在场上专心 接糖果就万事大吉了 难道另一组 会眼睁睁地看着 你们很嗨的 来接糖果吗 在一队接糖果时间 另一队有两次抢夺场上 参赛者身上四叶草的机会 在狂欢的音乐响起时 就是疯狂地抢 四叶草时间了 梅队在比赛开始时 身上贴有共八张 四叶草标识 比赛结束后 该对两人身上保留的 四叶草标识越多 那么所接到的糖果 分数倍率也就越大 假设王源队 接到糖果15分 两人还保留了 四张四叶草标识的话 那么总得分就是 15乘以4 等于60分哦 在抛杀的糖果中 还有加分球 普通糖果每个算一分 加分球就是5分 如何能接到 更多的糖果中 又保护身上的四叶草 不被对方抢夺呢 小伙伴们 It's your time 好 好 三二一 行 三二一 行 好 我第一个想到 这是 也是我 可以 规则大家也知道 那么废话不多说 开始 好 第一个 我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就这个 我也有表情 接什么 准备 我的脖子好小 你好 这个 这个 厉害 厉害 这王元你不要脱脱 二十号 二十号 还好 二十号 二十号 我感觉我们这属 好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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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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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笑话 一个最差的 一个最小的 好平衡 只是我猜测 你们猜测果然对的 汪月果然是1号 是了 是1号 是1号 对 因为这个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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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1号很小 所以地形就是我 技术就是 那我接到这个红色 我觉得你顺便接着 好了不要跟着 游戏开始了 游戏 开 喂 喂 喂 诶 快抢 开抢 happened participate graduated 来 不是 哎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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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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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不上課 還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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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經過計算第一隊兩人共得的29分 加半個五分球也就是2點5分 那么总计31.5分 不过 刘云丁和卫尼远 你俩竟然被王明和罗亭欣 抢走了七个四叶草啊 就剩了一个你俩 怎么玩呢 前面那里出了 31.5分 班长 我已经拿了这个小 小巧玲珑的 你要不要 我来明天 这个也是 这一个没有 一个都比不上前一个呀 这 没事 纯绿 对方三十一条 不过有些事 没有 不过不算 不算也了 好 对吧 先把我们进场 有务气 开始 哎呀 神气啊 哎呀 神气 卡 还没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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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昨天心疼 快快快 小心躲 快快快 放车 快不快 快不撚 跟此 稍速 它不得了 快 plugin 那点 等一下 电力 你還在跑板上面嗎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不一樣 直接打我 這話怎麼是沒糖果的呢 OK 我們男人知道怎麼反偶 他放在這裏頭上 首先讓人看一大 我現在這邊踩個樓桶 但是我左一點 兩隻五棒還在一個五棒 兩隻五棒還在一個五棒 跟一隻五棒 跟一隻五棒 王爺啊王爺 你果然笑逆天啊 被阿文吐槽這麼小的 秘密秀正格雖然不大 但是林立揚身上的四葉草標誓 居然保留了六美 期待你倆得了多少分啊 這就是二十 幾月幾 幾月幾 說來就是 這幾月幾 這幾月幾 我還沒想說 你還沒想說 人老是 最後有個多多了 我 等這個二十個機長輸出 對就是這個 那是機長 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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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多多多多 可憐的 我都說過了 明天 因為我們昨天天 啊 腳尖太鼓了 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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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了 這三個 我照你 我會怕 我學卡結束了 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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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塵的故事 將牽掛 風刀一抹 再尋常人家 東里霞 仙雲夜河 固執 怪馬 在江湖裡廝殺 無非 無非是 敏感 力放不下 心中有 江山的人 豈能快意瀟灑 我只求 我與你共畫髮 剪珠橋 本願了 誰笑 我只求 今朝 用你入懷抱 紅塵客 綻放四刀 秋月落 宿命角 仍無鈴 誰鈴 風騷 我卻只為你遮藥 過荒鑽野橋 軍事外孤島 原理人間成效 留水飄 只字只手逍遙 艷露 音沙 裝明顯映枝堪 與你西地對作夷場 我一共筆劃 將你撈了的契夏 铁皮不畏风鸦 冷下唐红年轻晚霞 我说缘分一如残长不说话 你泪如笔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 爱恨如泄一扇水花 剪出桥 半颜鸟谁笑 我只求今朝 永迷入怀抱 红尘客栈 绽放四岛 咒语罗宿命脚 人物临谁临风草 我却就为你遮药 过黄钻叶桥 群世外孤岛 远离人间尘孝 流水飘至子之手逍遥 人物临谁临风草 我却就为你遮药 你会摸过桥 或泪中呆消 就朝起风中小小 千处桥 有 Ain有所谈讨论 我永远 啊 Ш支 zus 又贵羅身外孝 感谢观看